10月11日晚 上海大师赛的赛场上充满了欢乐 原因无他 正是那位国拼六边形战士 樊振东跨界来打网球了 在与费德勒 陈奕迅等人的双打表演赛中 小胖一改往日在乒乓球赛场上的霸气 化身网球小白贡献了无数笑点 只见他身穿休闲装 笑容满面 在偌大的网球场上手忙脚乱 面对迎面而来的网球 他下意识的一蹲 完美展现了乒乓球运动员的躲球本能 发球前 他居然还习惯性地吹了吹球 国拼的肌肉记忆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们纷纷调侃 小胖这是把网球场当超大乒乓球捉了吧 这熟悉的动作 感觉下一秒就要咚咚咚地跑起来了 比赛中 他居然对费德勒发出了一个ACE球 现场观众都惊呼起来 虽然最终以0-2的比分输掉了比赛 但小胖的网球首秀 无疑是成功的 他用幽默和实力 圈粉无数 也让大家更加期待 他在乒乓球赛场上的回归 其实就在这场欢乐的表演赛之前不久 关于樊振东退役的传闻甚嚣其外 令无数球迷揪心不已 这一切还要从巴黎奥运会说起 樊振东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拿下了男单金牌 大家本来都盼着他能再创佳绩 但他却说出了一番让人深思的话 未来会更好 但不一定是在乒乓球上 接着 樊振东就进入了隐身模式 相继缺席了WTT澳门冠军赛 中国大满冠 哈萨克斯坦亚锦赛等多场比赛 世界拼连的参赛名单里 他的名字总是不见踪影 这让球迷们不禁开始担忧 难道这位年仅27岁的国拼主力 真的要离开赛场了吗 难道他真的要效仿前辈许星 刘诗文逐渐淡出国家队了吗 一时间 网上各种猜测和分析层出不穷 球迷们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 像坐过山车一样 回首樊振东的职业生涯 可谓是出道极巅峰的典范 当退役传闻出现时 球迷们才会如此难以接受 就在大家快没希望的时候 事情终于有了好转 官方发布了2024年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参赛名单 男团比赛的名单上 意外地出现了樊振东的名字 球迷们终于松了口气 樊振东的回归 让关心他的球迷们特别振奋 然而关于他未来的职业规划 依然是大家热议的焦点 有人说樊振东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归 是为了更好的备战全景赛争取再创佳绩 毕竟全景赛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 也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舞台 也有人说樊振东此次回归只是暂时的 他最终还是会选择逐渐淡出国家队 就像许昕、刘诗文那样 他已经站在了世界顶峰 实现了所有运动员的梦想 现在是时候规划自己的下半场人生了 更有人把樊振东缺席国际比赛 和世界拼联的积分规则扯到一起 觉得这是国拼教练组的精心安排 根据世界拼联规定 无故缺席WTT冠军赛的球员 将被赋予零分的处罚 樊振东最近缺席了好几战WTT冠军赛 他的积分排名肯定要下滑了 有人认为 国拼教练组这样做 是为了让年轻球员多一些锻炼的机会 让他们在国际比赛中积累经验 为巴黎奥运会后的队伍更新做准备 例如近期表现亮眼的林诗洞 相鹏等年轻小将 就被视为国拼男队的未来之星 他们技术全面 比赛时敢拼敢打 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 如果樊振东继续参加国际比赛 势必会占据一个宝贵的参赛名额 这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 以上都只是球迷和媒体的猜测 樊振东本人并没有透露过 关于未来的具体规划 不过 他回来还是挺让人高兴的 我们期待着在即将到来的全景赛上 能够看到那个熟悉的小胖 那个充满活力 斗志昂扬的六边形战士 我们觉得 不管他怎么决定 肯定都是想了很久的 无论是继续为国争光 还是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祝福他 樊振东的抉择 折射出的是中国乒乓球队 乃至中国体育界的一种传承 中国乒乓球队一直被大家称为梦之队 长久以来 他们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世界拼弹 为国人带来了无数荣耀 竞技体育总是很残酷 新人不断涌现 老将逐渐退场 这是无法避免的规律 老一辈球员像马龙 许昕 刘诗文他们 为国拼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成绩非常出色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竞技状态不可避免地下滑 逐渐淡出主力阵容 将舞台留给年轻一代 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一种责任 新生代球员 如王楚清 梁静坤 林诗栋 向彭等 他们朝气蓬勃 充满活力 在比赛中敢打敢拼 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 他们需要多参加比赛 这样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 积累经验 追求更高的目标 樊振东现在是国拼的核心球员 正处在队伍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 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归 参加全景赛 或许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誉 更是为了给年轻球员树立榜样 为他们保驾护航 在全景赛的赛场上 他将与王楚清 梁静坤等队友 并肩作战 共同捍卫国拼男队的荣耀 他还会以老队员的身份 跟年轻球员分享经验 帮助他们更快成长 正如网友所说 小胖这次回来 不仅仅是打比赛 更是带新人 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 不仅仅在于 一代又一代优秀运动员的涌现 更在于 他们始终将团队利益放在首位 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 老队员甘愿当配角 帮助年轻球员成长 年轻球员虚心学习 敢于担责 中国乒乓球队 之所以能一直领跑世界 靠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 努力拼搏的精神 10月11日消息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 ATP上海大师赛表演赛中 樊振东、张之珍 对阵陈奕迅、费德勒 最终 陈奕迅、费德勒组合2比0 战胜樊振东、张之珍 有趣的是 陈奕迅在比赛中一次回球正中小胖的肚子 小胖也顺势找Eason要了演唱会门票 真的是太机智了 本场比赛前 比赛双方国评奥运冠军樊振东 网球奥运银牌张之珍 对阵香港天王歌手陈奕迅 网球天王费德勒 挑编的国评奥运冠军王立晴 担任裁判的前网球国手无敌 一同合影 对于樊振东来说 这是他在网球赛场的首秀 之前他只经历过三个小时的网球培训 可以说是菜鸟中的菜鸟了 比赛中 两位专业选手费德勒和张之珍 你来我往的对打 而樊振东和陈奕迅 站在往前伺机而动 陈奕迅抓住机会 突然来了一个往前截击 没想到正好打中了樊振东的小肚子上 小胖也被打得一愣 Eason联盟上前冲着他做了一个手势 表示歉意 费德勒还没注意到是怎么回事 陈奕迅也向他表示 自己不小心正中了小胖的下怀 没想到 樊振东随后对陈奕迅开玩笑说道 下次演唱会 记得邀请我呀 陈奕迅也笑了 随后 小胖和张之珍来了的机长 表示这次赚到了 比赛最后阶段 樊振东还发出了一记下发的S球 这个球正好掉到了往前 让费德勒完全没有想到 打出S球之后 樊振东也是十分嘚瑟的一脸傲娇 并且和张之珍一起庆祝 虽然最终 樊振东 张之珍还是败下阵来 本场上演网球首秀的樊振东赛后表示 咱俩输给费德勒不丢人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还挺好笑的刚 刚还想应演挑战 樊振东是根本不会打呀 球一给他就结束了 小胖试图乒乓球动作 征服网球赛场 陈奕迅的动作 真的挺有模有样的陈奕迅 给樊振东送贷拿下一分 ZZZ真的过于严肃 手紧到连陈奕迅都打不过 哈哈哈哈 最后两分拳是ZZZ丢的 简直翻版奥运混绝 反倒是小胖发S晚就赛点 这比赛太搞笑了 从头笑到尾 ZZZ也很有娱乐气质 小胖还发了个S笑死我了 我们小凡也被表演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终于不是自己卖艺了 10月11日晚 随着上海网球大师赛 正赛的圆满落幕 一场别开生面的 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表演赛 在上海精彩上演 此次表演赛 汇集了瑞士网球传奇罗杰 费德勒 知名歌手陈奕迅 中国网球新星张之珍 以及乒乓球国手樊振东 在这场特别的三局两胜 抢七制比赛中 费德勒与陈奕迅 凭借默契的配合和出色的发挥 战胜了张之珍与樊振东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网球盛宴 赛后 四位网球少年与热情的观众们合影留念 共同分享了这一难忘时刻 樊振东表示 咱俩输给费德勒不丢人 不过 表演赛归表演赛 对于樊振东而言 自巴黎奥运会后的首个正式比赛要来了 据上官新闻报道 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将于10月11日这19日在厄尔多斯举行 在近日公布的参赛名单中 奥运冠军樊振东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将代表上海与许星一起出战男团比赛 这也是樊振东自巴黎奥运会后参加的首个比赛 巴黎奥运会后 樊振东缺席了WTT澳门冠军赛 WTT中国大满冠以及亚锦赛 关于他的近况 上海市经济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主任王立琴告诉记者 樊振东目前在调整阶段 考虑到巴黎奥运会周期赛事秘籍 他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极大 特别是在奥运会经受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因此需要有个身心放松调整的阶段 这段时间除了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樊振东也在保持身体训练 为了备战全景赛 国庆期间他回到崇明训练基地 跟上海队一起训练 他自我要求比较高 训练也很投入 报道称 全景赛一直被誉为地表最强乒乓球赛事 而且还有国家队的选拔机制 在全景赛表现出色的运动员 有机会直接入选国家队 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每年全景赛的精彩对决 也被王有孝称为神仙打架 由于亚锦赛正在进行中 国拼部分主力将在后阶段加入全景赛 目前确认的是 马龙、陈梦都不会参加本届全景赛 王楚清、林高远、梁静坤、林诗栋 将参加男团比赛 孙颖沙、王曼玉、王毅迪、陈信彤将参加女团比赛 2023年乒乓球全景赛 由樊振东、许昕、周凯组成的上海地产集团队 3比0战胜浙江队 未免男团冠军 今年 上海队的目标依然是夺冠 王立琴表示 全景赛是一次检验训练成效的机会 老队员可以找找比赛感觉 年轻队员也可以利用比赛提升实战能力 樊振东曾表示 巴黎将是他的最后义务 他能否再战洛杉矶奥运会 新周期他会有哪些打算 王立琴表示 目前还没有聊到下届奥运会 全景赛之后 上海队就将进入全运会备战 2025年全运会 大家都比较重视 也希望上海乒乓球项目 能有更好的表现 保持优势位置 届时 樊振东和许昕 也将作为上海队主力 出展全运会 根据国际拼联公布的国拼参赛名单 樊振东将继续缺席 10月22日 在法国蒙比利埃举行的冠军赛 11月3日 在法兰克福的冠军赛 以及12月1日 在成都的混合团体世界杯 对